在CBA常规赛第21轮比赛里 阿联、赵瑞等大将确证的广东队 仍然兵不屑任大胜同袭 后者是联赛排名倒数第一个球队 和广东队在硬实力上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比赛第四节基本上沦为垃圾时间 广东大批年轻球员们又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机会 后半截徐星、张明池镇守内线 杜润旺、王新凯和刘全彪三名球员负责代球过半场 他们也没有在线上场被狂追20分的尴尬场面 看来是有了些成长 比赛最后时刻 杜丰却有一个突然的换人调整 这个调整也让场上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是什么呢? 曾凡日火同胡明轩坑队友 王新凯中招在比赛还有20多秒结束的时候 广东队发底线球 杜丰突然选择换人 用胡明轩换下张明池 在比赛胜负一定的情况下 不清楚杜丰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当时的解说也在猜测可能是想让胡明轩带球安全过半场 避免在同袭的全场紧逼下出现失误 果然广东队底线球发给了胡明轩 他随即突破防守 带着球过半场 按照不成文的潜规则 大比分领先的一方 为了以示尊重 最后一攻都会选择运球到24秒结束 当然这样是算作失误的 胡明轩也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他显得有点郁闷 作为主力球员场下做了半截 结果最后一攻上来背锅 就在这时 一旁的曾凡日上前指点胡明轩 他冲了王兴凯的方向抬了抬手 意思是胡明轩可以把球传给王兴凯 让他空到最后一秒 新领神会的胡明轩 立刻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了王兴凯 后者接球让时间慢慢走完 也领到了一次失误 本场广东一共出现了21次失误 比上一场稍微好些 胡明轩个人出现两次失误 王兴凯一次 失误最多的是刘全彪 攻击四次 小插曲不影响氛围 球队继续向好 虽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但是没有影响球队氛围 大家也不会对一次失误这么在意 不过是觉得比较好玩罢了 广东近来在迎来了连胜的同时 一起度过困难的经历 也让球队变得更加团结 在第四节徐星受伤倒地之后 广东全体队员都围了过去 关心小兄弟的情况 让人十分感动 的确这赛季 尤其是第二阶段 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第一阶段表现不错的张浩家和张浩接连受伤 要缺席很长一段时间 球队在封线人员轮转上有些捉襟见肘 内线更别提 除了阿连之外 老的老小的小 和顶级强队之间的差距有些明显了 而外线赵瑞的缺阵 也影响了球队进攻组织和外线防守 在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现在这些球员们能齐心协力 凝成一股绳去战斗 还是让人钦佩的 前两天 广东宣布新签下了一位外援 名为卡多莱多 是一位风味摇摆人 既希望于他的到来 能弥补球队风险的虚空 也帮助胡明轩和徐杰 分担一些组织上的压力